大家好 我是Performance Fix的板主義Sammy 是一個動態治療師和運動表現教練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條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會邀請我贊助的運動員 去分享他們的感想和訓練時的點滴 今天這條影片邀請香港女子足球員 韋遠平和大家做分享 大家好 我是韋遠平 我是一個香港女子足球員 現在踢著女子甲組聯賽的一隊球隊 沙田地獄會 跟Semi訓練的時候 本身我覺得大眾對於Fitness訓練的概念 很多都是舉鐵 舉得越重越好 大概是這些 但我覺得有不同的位置 Semi會做很多很基本的事情 不只是舉得很重 而她有很多基本的事情 譬如說會教你怎樣用Core 教你怎樣利用Core 去連結你上身和下身的力 而全身一起去令到Power更加Effective 足球 其實運動員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全面 即是她又要有爆發力 又要有力量 又要有靈活性 又要多角度去跑 但同時也要有很多盤扭 所以基本上要訓練一個全面的運動員 她不一定要最大力 不一定要最快 也不一定要最爆 但她要每一樣都有一些 特別是以委員廷的踢法 她在牆中間 很多時候她會要求做很多事情 所以她才要每一樣的能力都會有改善 她教完之後 在跑步上 她會幫我做很多跑步上的姿勢改善 在球場上 譬如一些很慢的乘踢 或者是去到Sprinting的時候 其實那個效率都會好 而且那個速度都會好 但那樣東西不是來自於肌肉 即可能不是來自於我舉得很衷 而出來的一個效果 而我覺得是全身的 chemical connect 在一起 出到你的一個效果 我初初認識委員廷的時候 其實她的身體質素 她不可以說差 但當然她可能是因為沒有受過系統性訓練 所以她的跑動能力是差一點的 還有身體的靈活性是差一點的 所以就要跟她做很多改善跑肢的訓練 還有教她一些彈跳 是怎樣做 怎樣去擺好身體的重心 怎樣去做好轉向 然後再加入一些爆發力的訓練 讓她在長度可以 起動再快一點 其實有時候在長度起動快一點 你就可以拿到先機 就會容易拿到優勢 我覺得我跑得快了 我跳得高了 起步衝刺會反應快了 反應快了 就是肌肉的反應快了 可能有些小小的聽到 我會好像你是踢球 不是跑步 但我覺得那小小的不同 會在球場上有帶到很大的差別 即是那幾0.0幾秒 我都覺得很有用 個人上反應不是很多 技術上當然是 但在技術上 都首先要是自己的身體 是準備好才可以去做這件事 之前出過的踢 是在歐洲 那師傅覺得 身體質素上都差很遠 然後 如果接下來的目標是 會有機會出去踢的話 都想看下 訓練完之後 再去比較 其實剛才就是 經過幾個月的訓練 維園平 其實她的身體質素 是改變了很多 進步了很多 跑步快了很多 起動快了很多 Core都實現了很多 所以導致她做很多 足球技術 其實都容易了很多 根據我去看她的 現場比賽 我都覺得她 對比起場上的其他運動員 其實她 身體質素算是很優秀的 但是如果她 是想 離開香港 衝出香港去外國 踢球的話 我覺得她就要 全方位再提升多一點 無論是 跑 跳 靈活性 力量 爆發力等等 都要全方位再提升 但是 我覺得她是 只要是 上理 做完會 現在 超級 反正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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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